常年都是在做那种嘴银工 80多岁的陈德阿公 独自租屋在老旧三合院 做了一辈子的工 如今无法工作 还有严重气喘 因物价飞涨 十多年没涨的房租 年初一口气涨了25% 从4000变5000 让他的生活更加窘迫 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食物银行 邀请歌仔系小生陈亚兰 担任公益代言人 呼吁民众踊跃认捐 帮助全台若是家庭 身为一个公众人物 我觉得社会责任 我们必须要尽的 并不是说很自私化的 因为其实是发自于内心 我觉得说 其实我们能够过上好日子 就要思考我们的以前 虽然我们以前也不是说 可以这么的风光亮丽 但也是经过一段 前期必须爬上坡的日子 所以我们很懂得说 知福惜福 那用这个感恩的心来代言 然后尤其刚刚看到那个阿公 就是刚刚看的那个影片 其实有一点热泪盈眶 只是因为不好意思说 真的表现出来 因为我觉得真的在 台湾虽然看起来很富裕 然后现在最近景气又非常的好 可是你没有看到的角落 还有很多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就像刚刚的影片阿公一样 他几乎是住在一个 没有人关心的地方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1919的知悟营行 可以把他们找出来 那个感觉就很感动 然后帮他修缮 还有提供食物给他 就像我刚刚之前说的 民以食为天 能够让他三餐温饱 这第一要件 第二要件是 有人在关心他们 他就不会放弃自己 我觉得就是 让他有那个动力 可以活下去 走下去 这个世界上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我相信我们只要 用心的去看社会每个角落 社会就会充满温暖 大家都希望台湾更好 所以每个身为台湾人 我们都去关心他 我们台湾会更好 根据1919食物银行 2023年年度报告 在近6000户 受住户的平均 每月支出类别中 火食费占36.65% 水电瓦斯费占6.74% 居住占15.38% 总共三项基本支出 占每月总支出约六成 显示受住户有限所得 多花在基本生活上 一旦物价上涨 生活自然 雪上加霜 在我们所支持的这些 食物银行的个案当中 大概有73%的人 其实他们是所谓的 社福的边缘户 其实在台湾社会福利 如果能够申请到 中地收入户 其实算是不错的 但是就许多的人 因为各种原因 他们申请不到 这个社会救助 那我们的食物银行的个案 大概有73%的人 其实就是这些边缘户 他们拿不到任何政府的补助 那幸好有1995人 来帮助他们 在这些的受我们帮助人当中呢 大概有75%的人 是失能的 或者是独居的 如果没有人帮助 他们的日子真的是还不下去 那在我们帮助人这些人当中呢 他们的情况 工作的情况呢 你会看到 大概有65岁以上 失能的 大概就占了46.92% 或者已经退休的 就占了26% 那这两个部分加起来 加总的就知道 这些人他们对食物的需求 或者生活上需要人帮助的 那个状况呢 其实是非常的严重 基督教救助协会 呼吁民众 踊跃认捐每套300元的 1919救助套餐 希望今年至少募集6万套 资助全台5200户以上的弱势家庭 让许多像成的阿公 这样失能又独居的长者 能幸福开放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 1919要救要救